刚次说,任嘉伦到饭点如果不是饭的话会很生气 就有人说,论任嘉伦对到饭点的重要性 看他吃饭真的好香 好有食欲,任嘉这体质 吃多了也不胖,好生羡慕 但嘉伦也会运动 这点我有点力不从心 怪不得任嘉瘦我胖 真的想看他来个吃播 看着你一边说一边吃东西都觉得很开心 甚至有亲戚的家人们称 任嘉伦为任小猪 论到底吃饭的人嘉伦的重要性太可爱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拍戏 是因为到底不吃饭可能心慌无力 吃点饭一会就好 我就是这样 国超的吃相真的很好看 而且什么他都能够吃得很香 让人很有食欲 我就喜欢和爱吃的人一起玩 真的有这种人 吃饭很重要 我就是 我可以不吃任何零食 奶茶饮品 但是我到底必须吃饭 一天三顿饭 一顿都不能少 妥妥的干饭人 那么能吃 为什么还那么瘦 是不是很气人 嘉伦可以考虑第二副业 吃播 做什么都很认真 人 吃饭和工作一样的重要 是不是在长身体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任嘉伦在吃相上怎么样呢 如果需要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你会怎样来形容任嘉伦吃饭的样子呢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看任嘉伦吃饭别人对他的评价吧 他只要到饭点不给他放饭他就生气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到底你不让我吃饭 我真的很生气 我就觉得特别的搞笑 他对于吃就很在意 所以约饭什么的 我还挺喜欢跟人家伦吃饭 就吃得很香就觉得 肯定很了解我 我说到点不吃饭真的啥都干不了 我一说在现场 我最起码不会说到了 跟我不给我吃饭 我生气 他真的不行 他生气 顿顿你就看他在那吃 狂吃 你知道吗 剧组那盒饭 很难吃的都会吃 然后我说你 这么好的胃口吗 他就跟我说 我饿呀 因为我觉得他对饭 是有一种邪念 你知道 就是特别搞笑 我说 真的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